日本传承200年的玻璃工艺江户切子是透过切割模刻 让这个玻璃展现出相当精彩华美的图案 现在他们要来颁展了 非常精彩 这精致的玻璃杯上面是一种米纹切子 奢华却简单 它曾经被选为洞野湖高峰会制赠国宾的礼品 日本百年工艺结合了文创新设计的工艺品 来到台北松山烟厂展出 持九个县市三十六家职人工艺的百年品牌颇为亮眼 贝壳和机器打造的手机壳极为精致 可惜并未量产 那个贝壳都一片一片铁上去了嘛 所以花了好长时间啊 彩绘淘气工艺向来是日本的强项 逍遥的功力世界一流 富士山的图腾清晰可见 这是采釉万花筒 用和服裁贴出来的盘子 备受国际喜爱 就是用那个日本的之前的那个和服 就是说相当于二手的那个和服 里面就是好干的地方剪下来 在那个树枝的那个盘子的头盘的上面贴下去 至于台湾设计师林国基的台湾娃娃 以民间婚嫁为彩维灵感 喜气又缤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继续 我们人生 keine要的 而且根本性也 реш至于